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看一个新的客源项目 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页面 它的主要作用其实也是AI绘画方面的 它这个有一些功能是比较突出的 也是今天我们想要给大家主要说的一些内容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一个人从这边进来 然后呢这边可以同步的去绘制这个人的一个形象 速度非常的快 而且上面的也是 大家看它这个绘制的一个图片的速度 也是非常非常快的 它的中文翻译实施交互生成的管道机解决方案 但是实际上来说呢就是四个字实施绘画 这个咱们之前也推荐过一个实施绘画的工具 但那个工具呢需要装很多的东西 装各种模型 确实用起来不太方便 今天这个东西呢一个包吧 然后就可以解决全部问题 然后这是它的一些例子 就是我在这边去画 然后这边呢它会实施的去绘制 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整体效果也算是不错 我们就来看一下怎么去使用 然后这个有一个包 因为这个文件有一点大 所以呢我把它分成了 四个包 这四个包是需要 全部下载的 大家要全部下载下来 然后呢你把它放到一个文件夹里面 同一个文件夹 选择这一项 然后把它进行解压 你可以把它解压到当天文件夹 或者是另外一个文件 都可以 然后就可以使用了 然后呢我们解压完币之后呢 进来这边有 四个这样的文件 这个00和这个01 这是我们需要去运行的 这个00 我们先来点一次 这怎么点了就行了啊 点了它会自动进行一些相关的配置 一些检测方面的东西 这个我们等它运行完毕就可以了 其他不用管 这边运行完了 点一个去掉 然后呢再来进行这个基准测试 这个基准测试它是 测试你的机器 就是运行这个项目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样的速度 这个我们可以来测一下 那边需要稍等一下 好这个就泡完了 可以看看这个结果 平均时间 平均FPS 就是我们这个机器的一些速度 然后这个可以关掉了 然后这个02和这个03 就是我们主要使用的一些功能 我们先来看这个03吧 人生快途 装机打开就可以 好这样的话 这边给了我们一个地址 然后我们点一下 把它打开 好这就是这个界面 具体怎么使用的话 这边下面有一个地方 可以输入你的提示词 我们随便来打一个 然后一个女孩 一个女孩是吧 然后呢 头发是红色的 大家看这边这个 图像是吧 它跟着我们这边的 词呢 在飞快的刷新 我们可以接着填词 就你想到什么都可以填 它这边跟着你的词呢 来去 非常快速的去刷新 这是它这个03的一个功能 可以关掉它了 把这个也关掉 然后呢 我们看这个02 这个02这个功能 是这个工具啊 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功能 然后我们看一下怎么去使用啊 点了之后呢 它这边会出现这么一个框 这个框呢 大家先不要去 点这个回车键 我点了之后呢 就直接定位了 然后我们选中 你想要去 查看的一个位置 比如说我们 这边 我这边有个 视频正在放 然后我们把这个框把它挪过来 这样的 代表就是我们 等一下那个 实施绘制的区域 我们会绘制整个这个区域的一个内容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敲这个回车键 点一下 然后呢 这边 会去加载一些东西 出来个小窗口 这个小窗口呢 代表 它这边正在加载东西 我们等这边加载完了 好这样的 大家看这样就加载完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 多小 把它挪过来 大家看 现在这个窗口的内容呢 它就是这边的一个内容 就是我们刚才选中的那个区域 然后我们把这个视频让它动起来 然后把这声音调小一点 大家再看一下 我们这个 绘制窗口的内容 是同步来绘制我们刚才 设定的那个监控区域的内容 大家看 它这个 绘制区域就这个意思 然后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别的 别人我们先停一下啊 然后呢 我们找一个画板 当然我们用ps也可以啊 我这边为了省点事 然后我们就直接用这个 画图 把它拿过来 那么 刚才应该是 大概这个区域啊 往上弄一点 这个区域 然后我们来画一下东西啊 这个大家随便画 当然你这个有这个 手卫方面的能力的话 肯定是最好 然后就随便画 这个苹果是吧 画一个苹果 然后画个叶子啊 可能画个太阳 然后画个粗一点的笔啊 然后来描一下小一点 画点光 大概这边有个太阳 是吧 所以说这个呢 就全和大家自己发挥 然后你画的怎么样呢 最终就给你水平完成的 画个树 画点山 是吧 也水 大家可以随便去发挥 整体来说这个工具呢 还是比较有意思 这边 如果你有手绘能力的话 那么这个图 确实可以画得很好 然后这就是我们今天 讲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工具 以及它的一些用法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下载下来玩一下 确实挺不错的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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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